下面一个问题 道场是一个开放的场所 往来人是形形色色 是有时口出会议 言行不断 甚至于占用道场电话良久 语劝不听 其中也有精神异常的出入 请问道场应如何应对 这个事情不能问过 如果我要天天给你管这个事情 行 你来替我讲华严精 我们换一换 我替你管这个事情 你替我讲华严精 我也愿意乐意跟你交换这个工作 那你要是不能给我交换工作 这个事情不可以问我 这个就是说 你们应该做的事情 你们应当要有规矩 一个是多听佛经 懂得道理 另外一个是 多观摩其他的道场 你在里面吸取经验 然后怎样 把这个道场关于好 那么第三个办法就是 你要求三宝加持 求三宝加持 形式上求 是求不到的 要用自己真心 真心 才能感动佛福尔 像我刚才讲的 有一个同修 他这么多年的修行 诚心修行 居然是让他那个叛逆的儿子回头 他自己做梦都不敢想象 那这是什么 这是真正的感应 那紧急不是真正用修行功夫 护持佛法 弘扬佛法 没有这种大心大愿 但是余佛菩萨不能感应到修行